我看那个广城城和吴柳芳跳舞 很明显是吴柳芳跳得好吧 长得也漂亮 身材也好 广城城的身材都走样了 他才二十二十二三岁吧 这退役之后就是 可能吃的太多了 胖的胖的胖的不成样了 这些运动员也是一身伤病 而且也没有别的什么专业技能 对吧 退役之后你说他能干啥 能当个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可能练体操的也少 他好像当过几天老师 最后好像也不干 现在这个 做这个女主播网红 我觉得也是个不错的营生 而且就像管真神说的 管真神跳的那个舞尺度 要比他大得多 对吧 他还好意思说人家 这就有点搞笑了 管真神那个我看 粉丝好像有几千万吧 也就只因为他是个奥运冠军嘛 可能平台也给他推流量 平台也给他引流 但是五六方这边就不一样了 但是因为这个管真神说了五六方那扣屎盆子 直接五六方的粉丝暴涨 最后平台不得不取消关注 不让大家关注了 之前有个体操队员叫张上武 退录 退役之后也是没有啥好工作 在地铁口练倒立 反正据说他还有这种偷窃 有一些有一些不干净的事情吧 最后只能到地铁卖艺求生 也没有一个好的归宿 就是咱们这个运动员好多都是这样 据说现在有两千多个运动员搞直播 张上武现在好像是带货 卖草莓好像是